啊 家伙们今天啊 咱们做一个疙瘩通吃 修饰改一个十字花痘 加热水烫一下瓶 其实不烫就没事 但是咱不是为了更严谨 准备个盆放上面 然后啊小溜 然后疯狂的搅拌 所有的干面都得搅成絮状 就是最后搅到啊 里边一点这个干面都干面粉都没有了 就咱们的疙瘩 就做好了 这个搅好以后啊 咱们放到一边给它备用 把西红柿的皮啊 咱们给去掉 你看 这样非常好去的 西红柿 咱们去地 切丁 切丁 放到碗中备用 咱们准备起锅 咱们加油 加入这个咱们的切的葱 爆香 还是橄榄油是嚼的 加入西红柿 加入西红柿 没气儿了 换劲 你还没气儿呢 没事了换劲 天下来 天下来也出来吃吃辣的那个声 嗯 要不 哎呀 要出沙以后啊 咱们倒水 调一下味儿 生抽 鸡精 蚝油 少来点糖 零卡的 来点醋 盐 酱败均有恩 开锅以后 掀开锅盖 不掀开锅盖也可以啊 然后 呃 把这个小疙瘩 咱们下入到 锅中 一定要赶紧搅 要不啊 它就全搓到 搓成一块儿 打上 三颗啊 公鸡蛋 加散 然后淋到 咱们的这个 鸽的汤里边 熟了以后 把咱们切的这个 蒜苗 加入到里边 这个时候你可以关火了 然后搅拌一下 不行 差点绿色呀 把你帽子 把你头顶的那个帽子 摊下来 帽里边 嗯嗯嗯 好的 咱摘点 香菜 看 这是我们房东种的 香菜 来 哎呀 那又有呢 哎呀 哎呀窑 哎呀样子 真不错 自己家冻的 最后淋上香油 出锅吧 已经关火了 已经出锅了就算 然后开始吧 我洗一下 马上开始 搅拌一下 老香了 你知道吧 其实你们早上不吃这个吗 太麻烦 我小时候上学 我爸经常早上起来 给我弄点鸽头汤 弄点小咸菜 吃完就上学 其实这好多年 竹子也起不来了 一口咸菜 一口馒头 其实吃这些东西 比吃大鱼大肉还好 你知道吗 其实也不 也不健康 因为它咸 但是呢 如果有大鱼大肉 有咸菜 我只爱吃咸菜 哇 绝了 来吧 来吧 你坐我这边 你坐这边 我给你让 前后都一样 转着圈 留着边 对 好吃 转着圈 我这边喝它不烫 它不烫 嗯 真香 真的是喝点这个 非常点小咸菜 真的是太绝了 再来一会儿 你快了 我说你那个快了 喝完了我进去 有没有吃过那个 面片 揪老成 然后揪一个 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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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跟这个差不多 那个要好吃 这个是饺子面 那个是活 哦 对对对 活 然后拿水一泡 然后拉伸 拉伸 对 那个一般早上不多 中午 对 中午 因为那个面 活的啥 它比这个要硬 嗯 你早上还吃什么 煎门头片 这应该是比较常规的 煎门头片跟它绝配 那啊 对 早起就是一锅鸡蛋 不搭一炸 可以 没毛病 嗯 哇 太舒服了 我那会儿还 其实还挺冷的 喝了一会儿 就要舒服多了 它这种暖和 是同时自己就往外的 你知道吗 哎呀 行了 家人们 今天视频到这儿结束了 感谢老板们支持 赶紧回家坐一下 这个太简单了 好了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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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